不知道啊,有吧,有吧 我不知道 同學,那我們繼續囉 好不好 我們來看第二題喔 我不知道 再練習一次喔 這個,再做兩顆白球和三顆A球 每次被取中的機率相等 可以嗎 那一次取三球,一樣 一次取出三球 那假設隨機配數 也表示取出的A球個數 一樣的來算,好不好 這EX 剛是不是有算過的 EX是五分之九 對不對 第二小題的第一個 EX等於五分之九 那 Variant怎麼算呢 第二個 六個數是每組 這乘以機率 來,這個 VAR 怎麼算 1的 X平方 減掉 減掉EX的完全平方 可以嗎 方均減均方 那EX的完全平方 怎麼算呢 一次的是,把它變成幾 假設取一次的話 那這個黑球的 那這個黑球的 機率是 還是五分之三嘛 那五分之三 那五分之三 是一次嘛 對不對 平方 再乘以三 減掉 我算一下 這個五分之二十七 減掉 二十五分之八十一 自己 這個 二十五分之五 這樣不行算 來 這個 我們重算一次齁 像是第二小題 因為你要去算的是 變異數嘛 對不對 所以你用剛剛那個算的話 會有一些條件 沒辦法去找齁 所以我們直接分開來算 來 從帶子取出球 取出三球 就去看黑球的個數 最少是幾顆 一顆黑球還有幾顆 兩顆跟幾顆 三顆黑球 那機率是多少 C五取三分之 一顆黑球要配幾顆白球 兩顆白球 可以嗎 那再來 兩顆黑球配幾顆白球 一顆 再來 C五取三分之 C 三取三 這個是我們的機率 這樣OK嗎 這樣可以齁 好 那第一題一樣的 這兩個相乘再相加五分之九 那第二小題 有了這個東西 就會比較好算 你們如果要去算 Variance 就等於 X減掉 mu的平方 再生上pi 每個把他怎麼樣 加起來 來 1 減掉五分之九 然後平方 乘上這幾率 第一個的幾率是幾 呃 十分之幾 十分之三 這十分之三 那第二個呢 2減掉五分之九分之 十分之六 這裡要平方 加上 3減掉五分之九 乘上 十分之幾 十分之一 這樣算出來 就是我們的答案 可以嗎 標準差 就再算就好 那這個第三題 他開根號就好 我們把它算一下 然後右邊稍微練習練習 你們怎麼從頭跑進來 蛤 蛤 我們一直都在 靠腰沒有吧 蛤 你眼睛也這樣做 哈哈 你剛剛是這樣繞是不是 當然不是喔 沒有啊 我是走那個 我沒有出去過 屁啦 你不是去買買那個嗎 沒有 買那個 沒有 中兩萬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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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好 他沒有講話耶 真的有中 看你到底中多少 零啦 不要這樣啦 消為言 從300 從300變0 消為言消為言 不要這樣 右邊這裡算一下 這邊這裡算一下 標準差 就是把便宜再開根號就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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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還有那種就是 嗯 還有在這個熱帶有在變異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那個病毒本來他的缺點就是怕熱 你知道嗎 可是在熱帶這樣也會產生這麼多案例 基本上來說是一個很危機的象徵喔 這 很奇怪 嗯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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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繼續啊 因為那你們就自己算算了 這個右邊那一題第二題的話 我跟你們講下答案 好 這個 按不見 用人這一題的話 這個 這個 練習是喔 這個第一小題 他的 期望值是二分之五 變異數是四分之五 標準差是二分之更好 那這個第二小題 你丟一顆公正骰子 公正骰子的話 這個期望值二分之七 我們剛好說的喔 那這個變異數是十二分之三十五 那個標準差就有點醜了 更好十二分之三十五 好你們自己再畫幾個 有理化幾個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啊 嗯 同學其實這邊喔 看起來 看起來很亂喔 但是 很像一些這個奇奇怪怪的符號 但是你要去注意這個數學意義 這邊其實就變得非常簡單 期望值有什麼現象 同學期望值的平均值 可以嗎 對不對 假設我們丟骰子 丟骰子 好了可以嗎 我們知道這個期望值是二分之七嗎 可以嗎 那假設我們每一個點數是 這個得到幾百元 一點得一百元 六點得六百 那這時候 這時候我們算出來的結果是二分之幾 我們的期望值是幾 是不是一百倍 把一變成成一百 懂我意思嗎 你有懂嗎 那我們知道期望值就是平均值 那以前有說過一件事情 同學 如果Y等於AX加B 記不記得 μY會等於多少 A倍的μX在講怎麼樣 可以嗎 加B 可以嗎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經過平移跟伸縮的時候 我們的平均值是也會跟著平移伸縮 可以嗎 再來針對我們的這個標準差 會變成原來幾倍 A倍加什麼值 加什麼值 絕對值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那同學 那同學什麼是變異數 變異數就是標準差的什麼方 平方嘛 所以如果是variant呢 就變成原本的怎麼樣 平方 可以嗎 vary 這樣OK嗎 好 那很清楚的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這個AX加B 就是我們平移過的μY 可以嗎 那μX代表是原本的平均值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X 經過平移伸縮的話 我們的這個 平均值會變成原來A倍的加B 這樣OK嗎 這樣OK嗎 記不記得 跟這個是一樣的 懂我意思嗎 跟這個是一樣的 那如果我們的變異數 我們先看標準差 那我們知道如果標準差 是看的是AX加B的標準差 這時候你稱A倍 加B不會影響到標準差的結果 所以變成原來的絕對值倍 可以嗎 可以嗎 那最後 這個variant 就是它的平方 這樣OK嗎 這樣OK嗎 你們看這個稍微對一下 就會有這裡的結果 那個證明就不要看 通通位置嗎 這個證明 你們會覺得看起來很熟悉很數學 但實際上 他就是以前 我們在講這個 我們在講這個怎麼樣 一維數據分析的時候 比一聲說的結果 這樣OK嗎 這樣OK 用這個去看著吧 好 你們先稍微看一下 來 同學 像第五題 他給你的是什麼 他給我們的EX 平均值跟方均 可以嗎 可以嗎 平方的平均 高均 同學 他有沒有給我們其他的細節像 沒有 資料不明確的時候 用X方均還是方均-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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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 可以嗎 同學如果我們的每組資料變成原本的兩倍扣3 他平均數也會跟著平一聲說 所以這個時候2x減3的這個 這個期望值變成兩倍的1x在怎麼樣 減3 可以嗎 這樣OK嗎 你還活嗎 OK 這樣OK 那這個變異數呢 跟加減沒有關係 先看標準常識變成原來兩倍 所以這上面算完再說 那這變異數會變成原來幾倍 負二的平方倍 可以嗎 OK 好這自己把它上 右邊上 上 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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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不要這樣 你也不會走啊 我知道你們等一下想要幹什麼,我會做事 那你要不要加入? 你想不想加入? 我嗎? 我現在太老了 這個講很變態 昨天有發生一件很精彩的事情,你們有跟到嗎? 台北運動嗎? 前天嗎? 前天嗎? 昨天凌晨 昨天凌晨 好啦 夠了 你剛才說你這個第四題 這題嗎? 這題嗎? 那怎麼差嗎? 2乘上2 2乘上SigmaX 就這樣 這2是2 這2是2 對,負2的絕對值是2 好 直接把它那個變好了 015算了 這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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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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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什么大问题 正面数所得到前数跟怎么样 几率 有可能是0个正面 都得到几元 四元全正面或全反面 可以吗 再来怎么样一个正面 两个正面 三个正面跟几个正面 四个正面 也是四元 一个正面是两个 两个正面一元 三个正面两个 那分别的几率是来算了 然后全正的几 二分之一的几次方四次方 可以吗 十六分之一 那如果一个正面是什么意思 一个正面跟几个反面 三个反面 正正正反 分母是16 上面是不是 可以吗 我这写十六分之一好 那两个正代表这两个反 十六分之几 十六分之六 正正反反 还有16 c4取2 乘以c2取2 可以吗 在四个位置 你取两个是正面 剩下两个是反面 这样OK吗 那在这里呢 一样是十六分之几 四根怎么样 十六分之几 可以吗 可以啊 好 同学 首先我跟你们讲 这个几率质量函数図是蛮值得花 你这个几率质量函数図也是接近个中型曲线 中间长 两边怎么样 两边怎么样 快速怎么样 萎收下去 可以吗 这样OK好 这样OK好 所以投资一次的期望值是多少 期望值就是等于钱书在乘以几率 对不对 4乘上16分之1加 2乘以16分之4加1乘以16分之6加2乘以16分之4加4乘上16分之1 单多少 那我先算一下 8分之15 8分之15 OK吗 可以 其实算最快 8分之15 那如果还一次要两块钱 不好算吗 不好算为什么 这时候这个1 减2 8分之15 减2 每一几 8分之15 1 不好算 希望值 减掉这个我们应付的钱数最后小一点 这代表不好算 代表每玩一次都是亏了吗 亏8分之1 这样可以吗 好 我 下个人 会不会太早下课了 你们要去上吗 那天上好几种 你又要去上 现在太晚了吧 太晚了 今天太晚了 天頭黑風這麼大 還是要早點回家 早點開遊 去八樓奪風 八樓是你的避風感 到處都有東西 到處都有東西 剛剛沒有東西還沒風 上面有很多風 上面會發財 上面有白板 靠洋人 不好買 不要玩笑 如果我是解放警長 如果我是解放軍將來 我說真的 這時候就私底下 大量開放主題 中國人在家裡很醜 不是啊 這個真的是很恐怖 來 我們來看第三題 每次數學生意 共有25題單一選擇題 每一題的五個選項 答對一題得4分 答錯到後一段選項 可以嗎 某生確定16題可以答對 有六題 他確定五個選項中 有兩個選項不正確 所以他怎麼樣 就從剩下的選項中 分別 分別猜選一個 另外三題只好亂猜 可以嗎 那這一次測驗得分的期望值多少 也就是說你預期的期望得到多少分 來 有十六題是幾 一碼 正確答對是幾分 四分 同學倒過投算 -1 等我意思嗎 那再來剩下六題 投算 剩下六題你要算期望值 剩下六題 他說五個選項中 兩個選項不正確 1 2 3 4 5 兩個選項不正確 那這個時候 是不是有三分之一的機會怎麼樣 是對的 對不對 三分之二的機會是錯的 可以嗎 也就是說你在三分之一的機會裡面 對的話 那你就得到四分 三分之二的機會錯的話 就倒錯幾分 一分 對的期望值 可以嗎 錯的期望值幾 三分之二成一幾 負一 也就是說這一題你要不要猜 猜啊 對不對 猜的分數是正 對不對 不猜是0 好 那再來剩下三題只好亂猜 不要亂猜 剩下三題只好亂猜 來 來 全部 一個是對 其他四個都是錯 所以怎麼樣 五分之一的機會得到四分 再加上五分之四的機會怎麼樣 報告一分 可以嗎 還是猜 還是猜 還是猜嘛 至少是0 對不對 全部加起來就答案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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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三題 五分之一乘以四 加上五分之四乘以幾 不疑 就這樣 可以嗎 算完就是答案 OK 咳 好 算一下 就可以哦 可以哦 可以哦 把它出來的答案 好了 基本上這邊的這個 沒有 還是你們想要寫個考卷 來 想寫考卷 舉手 不互想 非常符合我的想法 來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